这个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 这个爸爸走了 妈妈走不一样 妈妈走真的不一样 跟爸爸 我自己觉得妈妈跟爸爸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妈姐 对对对 对于这件事情 我的感觉特别的深刻 因为其实从小 我爸爸都非常的疼我 所以我一直也是 就是我爸跟我妈两个人吵架 或者我妈比较偏心我姐 我妈的原因都是因为说 我是我爸内国的 所以你知道我跟我爸的感情有多好 那因为我 最后我爸爸是因为卧病在床 就是瘫痪嘛 需要人家照顾他已经七年 七年多 那个时候他后来他病危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看到我爸中间过程要抽谈 然后他的那个痛的那个样子 他受的折磨跟 我真的觉得我爸走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难过 因为我觉得他终于不要再承受那些痛苦了 而且我甚至于去拜拜的时候 我都跟神明表演说 如果我爸爸注定要回去了 请给他好好的回去 不要再折磨他了 他真的很难受很可怜 希望菩萨好好的带他走这样子 后来我爸走的时候 虽然我以为我不会难过 因为我看着他躺了七八年 我以为我不会难过 但真的我爸走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非常的伤心难过 而且 可是第二年我妈就走了 就说我们还其实还在我爸爸走的这个伤心难过当中 突然我妈是五六点的时候打电话说 我妈在医院急救 叫我赶快赶到香港去 我坐飞机赶到香港的时候 我妈已经走了 就这么突然 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伤痛 又急承接了 对对对 又来了 那个时候我妈走的时候因为太突然 所以我当然更没有办法接受更伤心难过 可是我以前都会认为我一定想我爸比较多 可是后来慢慢时间久了 你觉得好像两个人都走了嘛 经过的时间 好像应该会想我爸其实比较多 其实没有 我想我妈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 就是说他很少麻烦小孩 我爸是那种比较 他的爱都放在心里比较内敛的 比如说我爸从小不准我们抱他 不准不跟我们牵手的这种爸爸 大男人主义的爸爸 老派的 对对对 那我妈就不是 我妈每天我们的生活 从吃饭睡觉什么都跟她有很多的牵连 所以后来 我代表我爸妈已经过世五六年以后 有一天我自己搬到 就是那个房子有楼梯的 我每天有的时候楼梯脏了 我就在那边插楼梯 我突然插到一半 我就哭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想到以前 我妈妈在插楼梯的时候 因为以前我们上班都很匆忙嘛 每天我们家楼中楼 我就从楼上带走我的化纹装 带我的要出门上班的东西 就冲快很快冲 我妈在那边插楼梯 我说妈 你又挡我的路快走开 我说你干嘛 她每天都插楼梯 我还在怪我妈 我妈说楼梯脏了就要插 我说你不要那么辛苦了 不要做了可以吗 我就蹦蹦蹦就跑出去了 等到我自己在插楼梯的时候 连插楼梯我都会想到我妈 你知道我妈妈在跟我们生活的 就说点点滴滴 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你想到 让你忍不住 可是我爸就想我爸爸的时候 我就会比较少 马姐说你有梦到妈妈 对 我反而你知道我爸跟我妈对我来说 其实他们走的只差一年 那我对他们两个 就同样想念我也希望谁 可是我常常在梦中 只要梦到我爸爸的 一定是我到某个地方去找我爸爸 然后都找不到 有一天我梦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梦 我梦到在梦境里面 我知道我妈是走了 其实以前我们的梦 应该都是不知道他们走 可是我在梦里面 我非常清楚知道我妈已经走了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妈 有一个圆桌子 我妈就很高兴地坐在我的对面 然后就叫我姐的小孩说 来来来你坐在那边 你把我挡住土地公公 不要让他看到我 因为呢 我的表哥知道从哪里溜出来 可以来可以回来 所以我回来看你 所以回来看我 你知道我妈很高兴地说 她好像从哪里偷溜回来看我 这样所以她也很高兴 那我看我明明在梦中知道 我妈是已经走了的 所以我更是那个心情是 好奇跟惊讶跟很复杂 你知道 我就一直望着我妈 好像要用我的眼睛来抓住我妈 希望不要她再不见这样子的感觉 我就一直看着我妈 然后我突然就问我妈 忍不住 我还是问了她一句说 妈你在那里过得好不好 就醒了 两次 我梦到两次 我都知道我妈已经走了 可是她就是很高兴地跑怀偷看我 可是只要我一问她说 妈你过得好不好 这个梦就醒了 后来呢 我也是去 我们一人认识很多通灵的老师 又看前世今生什么的 那我就问那个老师说 我做了两次这样子的梦跟我妈妈 她就说 其实我妈很想我 因为我妈觉得说 在 就是她的这一辈子 后面最好过的日子都是 我在旁边孝顺她 我赚钱给她花 我从来没有约束过她要怎么花钱 我每次陪她去 她想去的朋友的 所以她觉得说 那可是后来 她不是都跟我姐姐他们抱怨说 我怎样怎样怎样吗 她说其实 她知道我最怪 她就是说 这个老师跟我这样讲说 我妈传达给她的讯息是这样 然后她说所以我妈才会很高兴地 偷跑回来看我 那我妈知道 如果她不回来 因为我妈走得很突然 我没有看到她最后一面 所以我妈 她说我妈知道 如果她不回来跟我讲 不跟我讲 就是不让我看到她最后一面的话 我会一直放不下 所以我妈怎样都偷溜回来 跟我见一面的意思 是 她说意思就是说 我妈知道好像我一定要有这一件 她要来跟我讲最后一句话 你才有句点 对 我才可以放下这件事情 说 妈姐 你也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走出来 是因为你想通了一些道理 那后来有一次我上节目 就是讲到这个事情 然后有个心理老师就说 我其实并没有 没有从这个悲伤当中走出来 就叫我一定要释放 不然我会生病 我那时候有一阵子 我说我心理生病了 后来我才开始 赵老师说我就一定要释放 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让自己才慢慢的好一点 这两三年 我也看了很多的心灵的成长的书 我就说我自己现在是在家带法修行 然后我就看了很多道理 其实她就说 人本来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 其实这可能还牵涉了很多其他问题 比如说以前的我依赖性很重 所以我依赖我哥哥 那当我哥哥不在的时候 我会很害怕 后来我很依赖我爸爸跟妈妈 那我爸爸妈妈走了 我更害怕 所以我很害怕 后来当然人也会转移 就不要很依赖我男朋友 跟我男朋友吵架我更害怕 所以后来 怕他甩门就走了 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自己调整好 是 就是说其实人本来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 我的爸爸妈妈哥哥 我虽然很想念他们 可是他们已经走了 就是不会再回来陪我了 那我一个人来一个人要走 总是人生一定会要一个人的 所以我要接受 我要接受 那如果说我们是还有缘分的话 那我们可能下一辈子会再相见 那也不要太难过 我就好好的过完我这辈子 期待下一辈子再见 那如果我们真的无缘了 那就无缘了 我现在再难过 也就从今以后都无缘了 我再难过又有什么用呢 我的想法讲给你听好不好 你看我这想法对你会不会有保证 你好好讲 你有什么另类的想法 我没什么另类 我就觉得 这些走掉的这些好朋友 亲人 他们其实就移民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移民了 他们就去上面了 对 那有一天呢 等到我也移民的时候 回去 就像年夜饭一样 我要回家了 我就移民了 我就过去 一开门 爸爸妈妈都在 然后一桌的年夜饭 你可以想到你爱吃的 他们会做的就那些菜都在 然后爸爸会说的话 哎呀 回来了 吃饱了 你也反正 又团聚了 就这样 我觉得所以我一点也 也不担心 也不会特别的着急思念 我觉得 这也好啊 这也好啊 我觉得其实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 来调整自己的心情 就是要让自己 能够放得下 容易开心 然后不要再为这件事情纠结 是 这是真的 对 好 好 好